这个物件指的就是Excel本身 那我要跟他讲说 我要从Excel最大的物件里面 去找到什么呢 找到它里面的内建函数 那内建函数的点有个属性 叫什么呢 所以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点 如果你字没拼错的话 点下去它会理你 但是如果你像之前有同学 可能这样子 点 奇怪 没东西 所以如果点下去没东西 那表示怎么样 字拼错 OK 所以特别是说 如果你点 等一下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打对了 Application 点 有了 表示你这个Application 字没有拼错 OK 所以我有时候 也是利用这个地方 利用这种方式在除错 OK 然后打一个Worksheet 所以工作表的什么呢 内建函数 所以打一个Work 其实你只要打一个WO WO大概就出来了 它那个 这个有没有 这个属性 指的就是说 这个应用程式里面 它有哪一些方选 就是什么方选呢 工作表的方选 那工作表的方选 其实就是内建函数的意思 那我就直接选到这一个 Worksheet 其实你不用这么长一串 如果你背不起来没关系 它会提示 你又打一个WO 然后往下找 点两下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你点下去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在插入函数里面 所有会出来的都会 就是在那个插入函数里面 有的 它都会在这个Worksheet 方选 后面会出现 那其中会有个什么 我们刚刚用的ASC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出来了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跟插入函数 是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它做的 它是 我是把 做的地方 换到VBA里面 所以你基本上 这边有的啦 这边也都有 只是说这边的缺点是说 它没有用那个像 插入函数会分类 它没有分类 它是全部 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差别在这里而已 OK 还有哪些差别 所以接下来呢 你找到那个ASC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用它 没关系 点它两下 刮胡 它一样会问你说 请你给我一个什么呢 一个String Arg1是说第一个 Arg1是指参数 E是指第一个参数 也就是说 你要给我一个参数 那后面会跟你讲说 String 就是你要给我个 自串的参数 OK 应该懂那个叙数吧 所以以后它会跳什么 反正 不用死背了 这些东西都是 都会先有点问答 问你 OK 那你要给我一个什么 给我一个 自串 那我自串放哪里呢 那你不能说 我直接跟他讲说 我直接点他一下 不行 因为你现在是在VBA 不是在Exales 你不能说我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A2不行 你要告诉他的方法 一定要用什么 用Sales 在回圈里面的一定要Sales 所以你把前面这一串 复制之后呢 把它贴过来 我是放在Sales的I列里面的哪一栏呢 不是B栏 所以把它改成A就可以了 我放在A栏里面 那记得有钱瓜胡 然后呢 我放在这个A栏的这个位置 的DI列 那我不知道第几列 反正会一直往下增加 然后面的话 记得再加一个后瓜胡 那程式就写完了 OK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现在没有几行 但是 如果你理解了 就不用背了 反正呢 它都是固定的啦 也就是说利用什么 利用Application 这个